市长张通荣的任期到今年12月25号为止只剩下107天 不过市长张通荣在事务会议上要求市府团队不能松散 要精心精力打拼市政建设才对 市长张通荣在事务会议上有感而发表示 他的任期到今年12月25号为止只剩下107天 但是他发现有些单位有些人已经有倦怠的感觉 只想着下一位市长是谁 市政推动有走下坡的情况 市长要求别松散 因为市政建设是有延续性的 发现我也不怕怎么样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好像市政的团队不止慢慢走下坡 还是这个市长剩下107天他开始可以走下坡 就觉得不好 市政的团队地方的政府是延续的 不因为哪一个人他即将任期届满要卸任 还是要永远保持着我们这个效力跟敬业的精神 跟为民服务的精神 这一点我想务必请各位主管 各位正好的同仁 主管会就告诉我们所有同仁 一定要记得 现在我发现已经有在见带了 反正他还要生气了 这还要帮人了 不知道怎么不知道 已经很明显了 我是不点出来 很明显了 我已经有发过评计了 我希望不要这样 我们公务人员永远是公务人员 到退休那一天的为止 市长强调公务人员就是公务人员 要为市政建设打拼才对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